我們竟然有 我們有遇過友人是 蠻多人也有來過台灣的嘛 結果友人他跟我們講說 他有一次就是 拜訪了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 然後他說那一個政治人物一直在滑手機 然後我想說 在滑手機這個聽起來好像 好像... 你剛剛這段對話呢 我們是用日文進行的 但是我們竟然那個時候 我們卻超越...超越語言 我們都知道彼此在講什麼 我們就說那你記不記得是誰 他說他不記得 但他說他記得他的動作 他就是一直滑手機 然後一直這樣 他一直做這個動作 他就... 他做很多次 然後我們... 我們瞬間瞄動 那因為我們有翻譯員嘛 都翻譯都還沒有翻譯 我們就整個瞄動 然後我們... 我們就大笑 然後我們大笑完他也一直大笑 我們沒有說是誰 我們不知道 然後因為他一直做兩個動作 他一直這樣子 然後另外... 他說你一直滑手機 然後一直這樣 他一直這樣 這種是表情 對 對 今天他越語言超越文化 然後我就說 他一直講的那一個人 可能是個法學博士喔 他就說 蛤 他是法學博士 對啦 對...他就完全不一樣 他說他是法學博士 然後我跳過... 台灣網友也蠻常留言問這個問題的 我們竟然有... 我們有遇過有人是... 然後有... 他們... 就是蠻多人也有來過台灣的嘛 然後結果有人他就跟我們講說 他有一次就是拜訪了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 然後他說那一個政治人物一直在滑手機 然後我想說 欸...在滑手機這個聽起來好像... 好像...好像某一個人... 等一下...我可以先補充嗎 一直加入補充 好... 剛剛這一段對話呢 我們是用日文進行的 但是我們竟然那個時候我們... 超越...超越語言 我們都知道彼此在講什麼 為什麼呢... 好...Puma繼續講他講 然後因為那一個人就說 我們就說那你記不記得是誰 他說他不記得 但他說他記得他的動作 他就是一直滑手機 然後一直這樣 他一直... 他一直做這個動作說 他就... 他做很多次 然後我們... 我們... 瞬間瞄動 那... 因為我們有翻譯員嘛 都翻譯都還沒有翻譯 我們就整個瞄動 然後我們... 我們就大笑 然後我們大笑完 他也一直大笑 他... 因為他就說... 對 我們沒有說是誰 我們不知道 然後... 因為他一直做兩個動作 他一直這樣子 然後以外 他說一直滑手機 然後一直這樣 他一直這樣 哈哈... 重點是表情 是這樣子 對... 裡面的 Universal 超越語言 超越文化 然後我就說 他一直講的那一個人 可能是個法學博士喔 他就說 蛤 他是法學博士 對啦 對... 他就完全不一樣 他就說 他是法學博士 超越的法學博士 台灣網友也蠻常留言 問這個問題的 所以我就發現原來這個 是一個全世界共通的語言 就是有遇過他的人的感想 好像都差不多 真的喔 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笑的 還有一個是 他們... 他們聽到Puma是... 因為他們也有關注 之前立法院國會擴權案的時候 他們也有看 然後他們也有看很多影片 然後他們聽到Puma 就是從上面掉下來的那個人 他們都很驚訝 對 因為他們連結不起來說 這是同一個 因為他說他們大家 他說日本國會議員 他們很多人都有看過那個影片 他說就是有一個人掉下來 而且他有比那個姿勢嗎 對 這樣 他說掉下來了 但因為我掉得很漂亮 沒有露臉 對... 然後他一直都說Puma就是那個人 他們就說 超驚訝的 然後他就說以後 我來日本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可以說我是那一個... 我就是掉下來的那個人 我可以用那個MBA那個剪影 或MLB那個剪影剪影 一個摔下來的姿勢印在明天上 對 有人就說他應該要印在明天上 對... 他說應該要印在明天上 他說以後就知道這個人是誰 HIGHLY RECOMMENT 所以他們完全沒有連起來是誰 我覺得你可以用的 你知道有一個網友畫 孫正啊 Breaking的那個圖超可愛的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有一個長輩看到 說他在那裡在鬥病啊 我說不是 一跳舞就是這樣 你可以請他畫一個 你可以畫一個就是Breaking的Puma 但真的很紅耶 就是5月17號那一天 台灣國會的那一幕 就那些議員們 他們說他們都看到 對 他說他們就 就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也都知道郭國文送醫院 對 對 很酷耶 就是 所以他們就關心問他說 聽說他的腰有受傷 我就問他好了 有沒有好一點 對 然後郭國文就現場示範 要為了要表示他已經好了 那我們要介紹一下 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個是一個... 你還沒講完 我不知道可能會講 呵呵呵 你剛剛講什麼 可以啊 可以啊 他就是現場示範 因為不是之前網路上說的主 他不是說他心骨超軟 可以手碰到地板嗎 對 他就當場示範 手碰到地板說 他現在已經健康的人 對 不過不是在參訪的時候 是在吃飯的時候 對 晚上的時候 對 人家晚上吃飯 OK 這樣 呵呵 但總之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一次參與的是2加2 就是說 總之是自民黨跟民進黨兩邊的交流活動 但是因為這個活動本身只有一個早上加一個中午的飯局 所以這個活動結束之後呢 那我們其他就繼續再往下去拜會其他的議員 那議員就不限定自民黨 就是各黨都會有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 那個2就是撲馬跟郭郭文 對對 但是我們那個2中午吃飯一結束之後 那個黃潔佩奕還有這個李昆誠 昆誠委員就這再加入 然後再來我們回去了之後呢 他們跟經濟有關的還會再交流 所以再來嘉賓還會來 還有謝一鳳 他確定會來嗎 對 我不知道 我那天聽郭郭文講的 所以就是他們會再往下 然後去跟金融體系相關的做交流 就是財經委員會的 那我們因為這次交流的對象呢 前面雖然是公開的 但後面呢 大家有看到照片的 有一些是可以公開的 但是其實有很多是不能公開的 就現在不能講 我們也不能夠放在網路上 但總之就是有蠻多的交流 我們覺得說真的 我昨天覺得我學到很多啦 我也覺得 真的學到很多 我要講一個小發現 就是因為我一直以為說 因為我這是第一次正式的 跟日本的官員這樣子 放交談 我以為他們都一定會全身 西裝鼻涕 然後打領帶 結果他們有一些 藝人反而穿的很輕鬆 真的嗎 他們不是全部都穿西裝嗎 沒有 他們有一些沒有打領帶 然後有一個不是 穿有點他們自己當地的那種短袖 短袖襯衫 對 我印象超深的 那個強盜啊 他 我跟你講 服裝沒有在富馬觀察人的 在交流裡面 我真的 我還特別都穿西裝打領帶 因為日本真的都這樣 對 因為我就發現說 我們這次去了 就是我們很怕 對日本人來說很失禮 所以大家都算蠻正裝的 包括就是普馬 平常我們在台灣 沒有再打領帶的國會議員 這一次全部都是全套 然後他們大家都有記得別那個 國會的徽章 我忘記戴 然後結果反而是日本 蠻輕鬆的 欸 那這條會的那個 他是穿西裝吧 他有穿西裝 他穿灰色的 我記得 但他有打領帶嗎 好像也沒有 好像沒有 我覺得好幾個都沒有打領帶 但是他們現在也是修會期 所以其實他們真的是特別撥時間 反正他們修會期很多人也是會選區 他們也是有選區服務處 他們上面也是都有國會辦公室跟選區服務處 然後他們也有國會交流 對對對 像有一個跟我們見完他隔天就要出訪 對他們有很多在國外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們要選區 大家時間差不多 我上次我不是也約出去澳洲訪問嗎 就是訪問他們工黨跟信用黨的意願 他們也是說是修會期 然後所以有幾個我們是到他的選區服務處 他們人不在嗎 在啊 就是我們覺得在他的選區服務處 因為他們人沒有在國會 他們服務處有跟我們服務處一樣嗎 就是義盈他們超大頭 對就是也有 我就覺得大家 因為就是需要讓我們中心知道 就名代都長得差不多 我就覺得好親切 那他們的名片上面有印超大頭嗎 就沒有那麼大頭 然後可以我們在 就他名片的時候 因為義盈姐抽義盈嘛 他是團長 我們這一團團長 還有李柏伊 他們兩個都有放比較大的照片 然後我的名片是沒有 妳有沒有 而且我字都弄超級大 因為我就很怕相親看不到 我就讓大家知道 對這個頭這個臉 對但是因為我有兩款名片 就是我在地方發的是有照片的 但是我自己出就是自己個人認識的人 是沒有沒有照片的 但是他們就看到修徑的照片說 這個算這個很棒 這個就對了 這個就是很親民 所以其實大家的服務處也都長得差不多 對也是很可愛 然後也是有 但是他們是民眾進來會先經過一個櫃台 澳洲議員的服務處 然後要先按鈴 就是你要 因為我們都是完全開放式的 民眾都可以進來 進來我們就可以坐下 他們還要先領號碼 先掛號這樣 對先經過一個櫃台 然後櫃台有確認後 比較像我們立法院大樓的櫃台 就是有先確認過 然後才會讓你進去這樣 所以不是完全開放式的 喔那我們 因為我們台灣就會 我們希望更拉近距離 我們就會把它變成一個完全開放 有點像公共空間 對 就是你只是進來坐一下都可以 我們就是民眾進來 我們的服務人員就會上去問他有什麼需要 對 然後他們的國會其實也蠻戒備森嚴的 所以我們今天去了中音樂 你講滿了 你講滿了喔 所以我才一直都來動去 對 不然你先去椅子做一下 沒有…不會… 我只是問一下而已 那麼我不忍 cuz… 是啊 不別的 所以我也還有就不去 員function